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视频就有机会出现在节目中 由老师们点评指导 下载抖音APP去分享你的爱吧 来 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 欢迎 怀疑加信的高级副总裁曲卫老师 欢迎 著名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 欢迎 来 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认识她之前感情很不顺 她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原本很想努力维护好这点感情 但她就得让我伤心的事太多了 我和她挺完配的 我们属于比较单纯的人 我自身条件也不好 但她不嫌弃我 所以我一直都挺努力对她好的 我的这份爱有很多不舍 但我就是接受不了她骗我 而且还欺骗我的感情 我是为她付出真心的 我是做不错事 但我也有我的苦中了 她是我碰的最好的姑娘 我希望我们能卖过这四这道卡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杨先生34岁来自河北外卖园 吴女士22岁来自河北职员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你好 好好好 主持人你好 好好好 两位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谈了快两点了 听说是相亲认识的是吧 是相亲认识的 我认识她的时候就是 当时我自己新人 就是喜欢一个变的男孩子 就是是我同事 后来我和她说 能不能就是等我三个月 就是因为那个男孩子 三个月以后过生日啊 我就想表霸一次再 如果他再拒绝我的话 我就死行了 然后他就等了我三个月 兄弟我问一下啊 我听到这样的时候 我就特好奇 哥我早跑了 你怎么会等了三月呢 就这要求很无理啊 因为我三十多了 年龄这么大了 也相了很多次亲了 也都失败了 我愿意等她 你愿意等她 你也不觉得这个条件 他这事我都知道 他也跟我说了 相你一次就等了三个月 对 等了三个月就变成 你的女朋友了 对 那显然就是告白失败了呗 就是三个月以后 我跟那男孩子 又表白了一次 那个男孩子 就是把我拒绝了 然后我就去和他聊了聊 我们约着见了几次面 然后就催见关系了 然后呢 到现在为什么来呢 因为我和他 刚认识的时候嘛 就是我比他要胖 要胖三十多斤啊 我问他就是 介不介意 我比他胖这么多 然后他就说 他不介意 就是反倒是觉得 我这样可爱一点 但是他生活中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啥意思 就是他生活中 他嫌我胖 管我去就要 呸气 我爱开玩笑 主持人 总爱给朋友啊 就是起个小外号啊 说完完我也就忘了 别人跟我起了个外号 我也不生气 就是玩笑 没嫌弃 没嫌弃 行了 我挺喜欢他的 就是我跟他说 我就是我特别反感 别人说我胖 因为我胖又说我胖 我就去 你跟他说完之后 他还跟你开这个玩笑 对 就反复去拿我这个胖 去开玩笑 而且有一次更过分 就去年秋天的时候啊 我去给他送车 挺热的 当时太阳挺大 我就出寒了 然后我就在车上 开了会空调 因为他吹不了空调 就是他一吹空调 关键疼就会痛风 但是他认识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我有这个毛病 不能吹冷风 一吹冷风 我就胳膊腿 他就疼 就是后来我找他 有痛风这个习惯呢 然后他上车之后 就把空调关了 就是也不知道他当时 哪来的那么大气 就是在车上一吨数落 就是说 你看这么肥 大秋天的还开空调 他就说 我该找就去支支 我自己的这个肥了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啊 我就下车子 就给他一把嚎下来了 我就让他给我道歉 他也不道歉 我们就死不起来了 然后我就推了他一下 他就磕那个 马路亚的那尸蹲子上来 当时就流血了 主持人 现在我身上 还有那么个大巴呢 特别特别长 如果要当时磕你一下子 我告诉你 你比我还疼呢 还好意思说 腰还疼吗 不疼了 已经好了 当时特别疼 你就是嘴欠嘛 不尊重人 人家不喜欢别人说胖 咱就不说了 哪有这么说的 不尊重人 你这样不好啊 大人也是不对的啊 我反正觉得 我自己挺委屈的 然后就是和他出去 逛街买衣服嘛 我问他 我穿着好看吗 他说 你穿着一点也不好看 不适合你 就说我穿着像美气罐 这不是玩笑了吧 是玩笑 然后就是主持人 就就不肯在人 多的地方去牵我手 这还是嫌弃我嘛 我没嫌弃你 就是我这人吧 比较喜欢独来独往 但是我心里是有你的 我的确是很喜欢你 行 姑娘 咱们不说这个胖里点事的啊 你不爱说 咱们就不说了 就大概听明白了 就是他其实嫌弃你 我就问一句啊 题外话问一句 你自己接受 你自己现在这样吗 我接受 你要接受 那就可以接受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 打内心接受自己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 看淡一点吧 毕竟是外形上的东西 没什么 除了他嫌弃你胖 还有什么 就是在生活中 他就特别是去隐瞒我 什么事呢 然后就是我和他 刚认识的时候啊 他跟我说 他是就是大专学力 学气修的专业师 然后我爸的朋友 是size点的 他一直是送外卖的 我就觉得那份工作 挺不体面的 想让我爸托朋友 给他找size点去 就是当售后 就跟他专业搭 当时因为面试的时候 得填简历啊 他连简历都没填 就跑了 为啥 我没有大专文凭 那你干嘛说自己大专的呢 男人嘛 他好个面 喜欢把事情说大一点 不是这 这跟面没关系吧 这的确是怪我 啊 行 他是用这个解释的 我好面 那这面丢的更大吗 是大了点 特别不礼貌 然后你我他我就走了 然后我到家 我爸就是给我数了了一段 就说问我为啥 过后我去问他 我说为啥 你就是连简历都没填完都跑了 我就逼他 他才跟我说这实话 那你介意这事吗 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事 我父母就特别反对他呀 觉得他这人特别没有原则 对 当时我父母就是不喜欢我和他在交往 但是我因为这件事也跟我父母闹白了 就是觉得因为这么件事 坟了挺不止当的 行 后来还发现什么事他瞒着你呢 后来就是他骗我骗得更严重 就是他居然用房子来骗我 啥意思 就是他和我说他现在住的是个毛皮房 是他父母给他买了结婚用的 我有一天问他呀 我说装修一下吧 就是贴贴壁纸 然后买个车员机 但是他说他不 我当时就是心想他可能抠嘛 我说这钱我出 就是本来就也应该结婚了 是女房家出钱装修 然后他说不 所以你一会儿已经打算跟他结婚了是吧 就是有这个打算 然后我当时就省气了 我问他为啥不装啊 他就不说 然后当时我脾气上来就打他 然后最后就跟我说 说他那个房子是偷偏租的一个毛皮房 不是 租房干嘛说买的呢 因为就是在这之前认识他之前 我想的很多对象都没有成 当时因为房子 不是你这成的不是也穿帮吗 这仨什么谎呢 有房就是有房 没房就是没房 不丢人呐 你正就好了嘛 两个人 哎 然后呢 然后就是特别生气 嗯 然后我就下天就想我 伟丁要跟他分 分了吗 那段时间是分了 然后就是 他就是 就跟狗皮搞谣似的 然后就是天天的去我公司了 他找我 啊 就跟我道歉 因为我想把他追回来 啊 然后当时我就心软了 啊 后来还骗你吗 后来 就是 他就是欺骗我感情 这这这 怎么个理解法呢 就是后来有一天 我闺蜜过城上 叫几个朋友一会儿聚了聚 挺开心的 我就把他待上了 嗯 当时我也挺开心的 那天我就喝多了 然后 他也看不回去我 毕竟我体重在这摆着呢嘛 然后他就让我在我鬼蜜家住的 就是后来我听我鬼蜜说 他那天就是还跟我鬼蜜就 单独又喝了一次酒 就是当天就问我鬼蜜就是 他只有我鬼蜜 我鬼蜜会不会同意 当时我只是跟他开玩笑的 说完 然后我就不记得这句话了 你拿着 我连他微信 手机号我都没有 但是我 就他长得就跟他袋鼠差不多 我能追他 这不可能的事 我鬼蜜跟我说 我当时信我鬼蜜了 因为我跟我鬼蜜 就是十多年的感情 他不可能骗我 就是说他趁你酒醉 在你闺蜜家 他去撩拨你闺蜜 是个意思吗 对 这事 的确是不是 不是鬼 你女朋友喝多了 你不照顾你女朋友 你跟女朋友的女朋友 喝什么酒啊 问你 当时就是 我俩谁也不困 就是在外边 就是唠着两句嗑 说着话 然后我跟他开了一句玩笑 谁知道 他第二天 他找他说去了 不是 你刚才不是说 你记不住了吗 怎么现在又开了一句玩笑呢 说错话了 误会 真是误会 行 主持人 我觉得玩笑 也没有这么开的 因为之前的事 我父母就是本来都不统一 我和他在一块 是是是 结果现在 他和我鬼蜜这样 我朋友就是 劝我要离开他 就是不让我和他交往了 那怎么还交往着呢 然后过后就分了 然后 又分了 就是觉得挺委屈的 跟他在一块 后来呢 后来就是买车嘛 不是都分了还买车呀 就是他之前那个车 我之前不开车 去给他送车嘛 就是那个车就是 我们俩在一起 有半年左右买的那个车吧 当时买那个车的时候 他是贷款买的 他钱不够 就跟我长嘴借 当时我就想 一个大满的 跟我借钱 我当时不想借给他的 然后他当时就对我特别好 就天天呢 就是给我泡脚 给我按摩 就在那软磨 硬泡就去我 然后我当时就心乱了 因为我手也没有那么多钱了 我就后不然凑了凑了 我就给他了 哦 等于你们俩这次分手 还有债务关系是吧 就是他当时说要换我 但是也没换 当初买车的时候 说得特别好 就是贷款他还 然后并不是这样 他他花钱特别大 而且贷款我也给他换过两次 然后就是买车的时候 当初说就带我去玩 但是买车这么长时间一来 就带我在唐山跟起来 专用了专用 买车的时候还说 每天去接我下班 然后送我上班 但是并不是这样 有一次我们公司下班晚了 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接我一下 他都不肯 这不是分了就 分了没现在 就是点着分 你想分 还没分掉 是为什么呀 就是觉得挺舍不得的 因为他是我初恋 我心里挺乱的 这是你的初恋 他是初恋 哦 都是误会 啥误会啊 就是买完车以后吧 不是我不去接他 因为晚上我的跑滴滴嘛 想自己多挣点钱 不是不接他 这是真的 不是 你喜欢这姑娘什么 你告诉我 我喜欢他 可爱比较单纯 单纯 对 特好哄吧 好哄 你看 你跟他 你跟他未来有打算吗 有打算 啥打算 准备结婚生小孩 准备结婚生小孩啊 对 你愿意吗 我之前的时候 也是想结婚的 但是通过这么多事 觉得我 我不想结婚的还 但是我心里是真有你 咱们两个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了 我对你挺好的 感觉也是认真的 他对你好吗 就是他对我那些好的是假的 就是他给我买了一个手机 那手机我拥了一段时间 他发热 我拿去修 然后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说 那手机是个 经过水的一个翻新机 我送一单外卖五块钱 我得送多少外卖 我能给你买一个手机啊 我特别辛苦 你也理解理解我 不是你送他的时候 跟他说了这话了吗 说过吗 没有 那为什么不跟人说呢 因为当时他看那手机 就特别高兴 不是你跟他说嘛 他也没问别的 你说这种翻新机 我也不容易 我买这个机器 我跑了多少单外卖 不就完了吗 当时一高兴他也就忘了 什么都没问 然后就把手机给装起来了 在生活中我已经 我特别地努力 就是下班以后 我还去跑滴滴 不是怎么了呢 我已经很努力了 不是你努力怎么了呢 跟他没关系啊 那是你努力你的人生啊 我每天对的好 就是我上班之前 我把饭做好了 放在家里 然后就等着他吃了 是吗 但是 有一段时间 还每天给他洗脚 每天安慕 对的特别地好 他只是 需要我的手才会这么做 按脚是因为要买车缺钱 是吧 是 那做饭是因为什么呀 做饭就是买车过后 他有时候就是会给我去送公司 让我吃那个饭 我觉得就是那手机我也没 让他非得要送我 他送不就可以补松嘛 就没必要去用一个R手的 来糊弄我 所以反正我对他这么好 他对我都是假的 所以其实在女生的心目当中 你现在做的一切 都是带目的的 也许你那心里有他 也许你爱他 也许你表现 不管你说什么吧 女生现在觉得 不太相信他了 是给你做的 我不相信他了已经 我的爱对你是认真的 我的生活不能没有你 没有他你的生活会怎样 就好像缺了一件东西一样 缺了件东西这有什么呀 特别不习惯 特别不习惯啊 对 没有人陪我说话 关键是没人陪你说话是吧 对 那找一个陪你说话了 不就得了吗 不是那么好找 不是那么好找 所以说白了就是 你觉得你的条件找不到 比他更好的了 是这意思吗 算是委屈他了 委屈他 那你好好珍惜他呀 我挺珍惜他的 他的衣服都是我给洗的 我对的特别好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女生啊 你除了他缺钱的时候 你给他一些钱 他需要找工作的时候 你去给他找工作之外 你在生活里是怎么 关照这个男人的吗 嗯 其实我不是特别管照他 因为我是女孩子的嘛 我大部分我想让他去管照我 所以你们俩这场爱情 细拆起来 都在各取所需 所以你看你们这个跟爱有什么 行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就是 明明我已经知道了真相 但是还是愿意听你继续撒谎 你说的那么真 我陷得那么深 女生是在说你吧 这是你内心的独白吧 你一直在欺骗我 我一直在轻信你 并且走到了今天此时此刻 我们还在纠结 是否继续 嗯 是 现在我们来追一下 你们两个到底是为什么在一起的 女生是因为 她不要我 你要我 所以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男生是因为 没有人要我 你要我 所以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你们两个就是因为别人不要 而只有你在那一刻要 才开始的 那这中间有感情吗 有喜欢吗 有 有爱吗 有 你不用这样回答我有 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判断 好 我们再来聊之后的事情 先说男生 其实学历不高 不是错 没有房产 不是错 买二手手机送给对方 都不是错 只要我努力的工作 勤肯的向上 我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但什么是错 撒调 撒谎是错 骗人是错 你们是因为相亲认识的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 相亲的时候 学历 车房是必填的选项 你稍微地按照你的说法 要多有一点面子 虚构了一个另外的形象的话 对方看到的你的信息是这样的 他就相信你是这样的人 可事实上你没有 你把自己演成了另外的一个人 不是欺骗是什么 不光是相亲这样 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是这样 再来说女生 不管你是因为需要也好 还是因为对他有情感也好 咱能不能不动手打人啊 只要一言不合就伸手 我刚才都听到两次了 恋爱就恋爱 结婚就结婚 谈感情就谈感情 不好就分手 不要一言不合就伸手 对不对 所以女生也要自己 检讨一下自己 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到底付出了多少 她到底有没有感受到 你作为女人的 作为女朋友的温存 如果没有 仅仅是因为彼此找不到别人 而凑合得过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尤其是今天可以问闺蜜 我追你可以吗 明天就能问其他人 无论她再怎么保证 我希望你能够睁大眼睛 仔细地判断 她到底是为了要当下的这件事情 还是真的从内心里觉得自己做错了 并且保证以后不再犯 好吗 给到男生的建议就是 不要再骗人了 努力工作 让自己 让生活 让日子变得更好 给到女生的建议就是 不许再打人了 为了健康 可以多多地 做一些运动 好吗 擦亮眼睛 不管是初恋也好 还是最后一个男朋友也好 从自己的心出发 让大家认真地去判断 不因为需要 而因为爱情 祝福你们 谢谢 男生身上有 有值得可贵保留的部分 那就是努力地工作 你为了改变自己现状 你不断地向上 这份事业心是可以称赞的 但是千万不要把这种表现 就直接替换成在爱情当中 就作为你 我很努力啊 所以在这份爱情当中 我就是对的 或者我的观念就是对的 这是两个概念 明白吗 所以你真正爱这个女孩吗 你真正欣赏她的外形吗 我觉得不 能区分玩笑和嘲笑的区别吗 你每一次 所谓你认为的玩笑 都是在刺痛的对方 可能说佩奇 这是一种你一称的话 那如果说你穿着衣服 像一个像一个桶一样的 那就不是玩笑 那深深的伤害 而女生已经多次表达 自己不喜欢这样的玩笑 就你依然不放在心上 你真正爱她吗 我觉得你们开始就没有爱 你的开始是在等 你去向另外一个男生表白 如果不成功的话 我在这等你 这是爱的表现吗 绝不 如果你真正去爱这个女人的话 你一定不允许她去向那个人表白 所以开始就不清不楚 当中又有很多的欺骗的仇分在 对不对 而且也有你服软 道歉 按脚 但是换来了什么 换来了经济上种种收益 你真正爱她吗 真正爱一个人要尊重 要能体会对方的感受 但你没有 你所有的表面上的种种的嗜好 都是换回了物质上的改变 如果你是这么做的话 爱情当中你就是一个失败者 你欺骗对方 甚至也在欺骗自己 女生 在这份感情当中 你跟她有异曲同工之处 你也在骗 但是你不是骗她呀 你是骗自己 你觉得我接受自己的现状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真正接受 你就不会介意她所谓的 拿你的外形体重来开玩笑 你很介意 而你真正喜欢的就是你表白失败的那个人 在她面前你不是这种表现 一定不是 所以说你也是在骗自己呀 你爱这个男生吗 你爱你冲她下的去手吗 你爱你在生活上 都对她有什么样的情感上的付出吗 依然没有 不要骗自己了 两次分手都是正确的决定 为什么又要犹豫呢 你企图蒙骗自己 让自己觉得 我们之间是真感情 但恰恰我告诉你真相 不是 好不好 不要做骗自己的事情 也不要妄图去骗别人 得到自己物质上的收获 就这样 小杨 隐瞒学历 还有防 这种程度上是 Tulsa 这种程度上有一个兑闪的 都在我那里藏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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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请关门 来 请开门 来 有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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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